启述第十二章第四节 大力明白拖拉着天上星神的三分之一 出在地上 龙就暂坐了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 等他生产之后 要吞吃他的孩子 我相信大家现在明白为何 苗子时不时 大家会看回我2009年里 所有的蓝策略加了 整个2012小组 连资旅园、陆济园、举途园 全部都进入 连6VO的人都进入去听这个讯息 为什么当时我已经能够 对于这几年的很多的细节 我们能够说到 例如我说到 当时在11月2009年 一年零十个月之后 我们就会听到这些 我们的蝴筒声 到时我们听一下就知道了 为什么可以这么准确知道 甚至我形容 接下来这几年当中的灾难 大家开始会看到 好像一个撞击的大灾难 是慢的 但不是由一个灾难 引发很多 淋淋种种的灾难而产生 为什么我能够说得到呢 就算现在 你看回现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东西 你都发觉 这些是最好的形容词来的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原因就是我和圣经当中 去印证历史和科学 所给我们理解 根本现在发生的东西 根本神不是为了去惩戒 这个世界 神是如果要惩戒 其实在圣经里面说 最后的三年半就是神的震怒 神的愤怒 要留在你身上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基督徒华 其实我们不需要面对神的震怒 也不需要面对神的愤怒 我们被照的 就不是本身去受刑的 所以神是在这段时间 为什么会理解了 这些形容词呢 原因就是 其实现在我们所见 主耶稣所说的各样的灾难 只是为了针对这个妇人 其实是针对这个妇人 因为如果以世界的罪来说 神就是可以说更加激烈 更加可怕地去临到 而不能够的 那里会死很多很多很多人的 而这些的 所有这些的灾难 直接不会分 这个人死那个人不死 不是的 整个国家会灭 整个城市要落水底 那种的 那种大灾难之前 神是会让我们不需要受刑 不需要受这个震怒 但是问题就是说 所以这段时间 其实是神放缓 他其实七年大灾难的审判 让这个妇人去经历这个刹难 让这个妇人在这个刹难的过程当中 让全世界的教会 是参与在他们自己的信仰当中 作一个认真的去考虑 但问题是这个认真的考虑 只得两种人是会经历这个考虑的 第一种人就是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都真的警醒预备按着圣经所说 这些事一来到 这个讯息一来到 甚至讯息一来到 他来到 他们知道有问题 而实际上 你会看到 现在讲的2012信息 很多人都这样 是牧师的基督 有些整个80岁的基督 明白吗 所以你不能说 我二三十岁 我未听到这些东西 我哪有学得那么快 不是的 我讲的80岁的 牧师在2001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讲2012信息了 明白吗 有这样的人 大有人在这个世界 第二 第二批人 那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甚至可能未信主 又或者如在梦中的 被自己教育的牧师 骗了的基督徒 去听到这个信息 去听到人去说给他们听 而接着他们愿意为这个信息 作出一个负责日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都在这个迷惑当中 简单来说 全世界根本就如我所说 他们根本预备好 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按着启示六神一组预言 第十九章十九字 全世界都会被这个兽 迷惑当主耶稣基督是UFO 当主耶稣基督是外星的霸主 全世界的人集合了 和主耶稣争战 明白吗 所以他们竟然当主耶稣是坏的外星人 所以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全世界正在一个大迷惑的过程当中 而这个过程已经将要完结了 但起不是在这个铲烂当中 弟兄姊妹 我们环顾身边的所谓 埃亚基督徒也好 埃亚牧师也好 埃亚神父也好 起不是他们都是在这个迷惑里面 但你听到现在 弟兄姊妹 你看到我们所说的 有哪种不合乎科学呢 有哪种不是真的 我们所说的考古或者历史的答案 有哪种我们的估计 不是说现在一步一步地应验呢 是不是 而事实上 它的剧烈程度 它的速度 它发生的状态 我们只是用很多的历史书 考古学不是作出来的字眼 我早就说了给你听 是不是 你见不见 竟然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身边多少的基督徒 还在嘲笑着我们 有多少所谓的牧师 是反对这个教导 你见不见到这个迷惑 是多么可怕 还要等些什么 我们等几多万年都不如 摆到明走出来 新闻说今天是世界末日 那我们就行了 那我现在信圣经了 神我现在信下你 因为我自己最最喜欢的 我自己最喜欢的新闻报导员 告诉我听 今天是世界末日 是不是神要这样 这样就 然后说神 你真是跟从我 你真是爱我 我接收你的灵魂 这样 不是呀 其实姜濤应该是全世界 最警醒的一班 世界未知的时候 应该由我们告诉他们 因为世界不是在跟从神 我们才在跟从神 世界是跟从撒旦 而并且还在撒旦的大迷惑当中 但是现在你看看 我们过去这几年说的信息 世界上有哪一类的科学家 有哪一类的分析家 是吸得上我们 或者超越我们的呢 没有呀 无论是经济 金融 政治 我们在说的大自然 所有东西 你要看到我们 是远远超越他们的 你知道吗 但问题你会看到 我们所说的 真的好像圣经所说的 我们所说的 有谁信呢 而很多时候不信的 还是基督徒 那便被你去察觉了一件事 原来这个世界 真的已经完成了 这个大迷惑 已经一切都已经就识了 这些自称所谓基督徒的人 预备好接受 这个六六六妾士 很多都将会预备落地獄 将会预备跟从敌基督 而事实上 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们将会预备 在跟着敌基督 按着启述第19章19节 去攻击主耶稣 将会 我们现在很明显 我们从这个 我们现在所分享的讯息 我们所看的这些现实 你看到我们说的 每一件的预测 已经是一件一件 变成事实 是现实 是不是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身边的人 竟然自己 在无知底下 还要坚持几件 是不是 很多人是完全不能预知 也不能解释 看下 总之你就是错的 是不是 我无知 所以我就是对 是不是 我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是对 是不是 你想想多恐怖 这个就是现在 在今时今日 你会看到很多 基督徒外邦人 都是忙于现状 但是这个就是 如我所说 这个反映出的一件事就是 其实全世界 都在这个迷惑当中 但是问题 坦然不会永远维持下去 因为呢 为什么呢 因为神是给一个机会 神不是担然 是给一个机会 这些人呢 可能因为有些人 就会代讨 各样东西 但是神不是担然 神是给机会 这些人呢 他们从沉沦当中 去作出一个选择的 而这一日呢 就好像同女遇上 关上的门一样 是会有一天 会到的 这个门 是终会有一天 关上的 如果我们见会 一样东西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学化 但有一天呢 他们会突然间提升 而这个提升呢 里面还牵涉到呢 我们会看到 敌基督的魔咒 因为到时 就会是 这个小孩子 被提的那一天 启述第十二章 第四节 塔利米巴托拉 若天上星成的三分之一 率在地上 龙就站在那 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 等她生产之后 要吞吃她的孩子 敢得因主光照内心 不会 sans自己恐惧 要我,化神愿要审判 全显出公正 要罪 这世界遭审判废墟 我罪应许始终不会废墟 我心甘敬省仰望神应许 全心敬省坚守真美与句 往面前无后退 如起心坎中光辉的志向 已吊足尘乖累 上帝都永远可依靠 神却能永起智慧 而我却以往永生路迈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